Kiki 會說 太比我了 好 我換了牛仔褲 就是因為呢 我想要穿褲子 然後再搭一次自定款大衣給你們看 那我怕它等一下就會秒殺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 就是 這邊是有寬度的毛衣喔 可是那個自定款大衣還是可以 就是可以穿得進去的 所以你就是穿厚毛衣的話 其實這件大衣還是可以穿 就不用怕 而且它本身就是減型的感覺 所以你就算穿了厚毛衣 就是也不會影響到它的板子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手這邊會卡卡的 因為有一些大衣可能比較窄的話 你穿厚毛衣就會覺得這邊很卡 但是這個的話完全不會 因為我現在穿的是比較寬的那種毛衣 這樣搭褲子也很好看耶 是不是 很可愛耶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件 其實今年的手工大衣 因為這款是我最早決定要做的 不是最愛啦 是每一款都很愛 但是是我最早決定要做的 只是因為打板的關係改了好幾次 現在沒有做 而且只有30件 只有30件 好 那我要投掉它 現貨現貨 對 已經在這裡了 現貨現貨 然後我現在換的這件毛衣 我自己也很喜歡 很舒服 然後它是那種條紋式 然後肩的部分也是做落肩式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肩寬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限制 然後我覺得它這邊 脖子這邊收的還蠻好 我覺得它不會到太高也不會太緊 就是我覺得它的寬度還蠻剛好的 然後鬆緊也還不錯 所以穿脫上面其實也很方便 對 袖子最可愛了吧 對 袖子最可愛 因為它是做這種膨膨袖的設計 所以你們看它自己會有一個膨度在 所以我覺得它袖子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有咖啡色跟黑色的兩個顏色 所以它有兩個色 所以如果是喜歡黑色的的人 就可以帶黑的 它一樣是做前短後長的設計 所以像我現在的話 我是只有紮前面 然後後面的話是可以遮屁股 如果拉出來的話 長度也是到這邊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沒有紮也很好看 它不會到非常非常長版 但是也不會讓你的身形必備 條文人 對 真的 條文人夾起來 條文人夾起來 條文人真的很愛 然後我穿的這個褲子呢 它一樣是做那個 腰鬆緊設計的 這條叫什麼名字 我覺得這個褲子穿起來非常的瘦 對它的版型做得很好 它是那個 刷色也很漂亮 看一下名字 名字是 不規則褲腳鬆緊丹寧褲 不規則褲腳鬆緊丹寧褲 我覺得腰鬆緊的牛仔褲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穿 而且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吃飽的肚子變很大 還是你今天可能沒有吃東西比較瘦 你都不用擔心褲頭會鬆掉啊 或是會覺得太緊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S號 就是拉都還是會有空間 所以專吃飽穿的話 也不會覺得太緊 然後褲腳的話 它就是做這種不收邊 它是有點前面比較短 稍微短一點點 然後後面比較長一點點的 不收邊 所以你的腳脖子會跑出來 看起來比較瘦 看起來很瘦欸 看褲子不錯 然後它一樣是有做磅束 但是又有彈性的褲子 我覺得它彈性是微微的 就是不到很彈的彈 但是是有磅束的彈性這樣 對 就不會 因為有一些高磅束 我覺得有一些牛仔褲 穿起來不會覺得太緊張 然後它這件很褲子欸 就是它還是有一點彈性在 所以你不會覺得 穿在身上變得很緊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 就是褲腳做得很剛好 我現在我身高是158 但我覺得穿起來就是長度很剛好 非常的好看 登登登登登 喜歡電影 唯一挑這件有在褲子 我覺得這套就很像小白 自己平常會穿的衣服 對我平常真的會穿這樣出門 就很適合 很適合 有點小白覺得在褲子 帶阿姆出去玩的時候會穿的 對 因為很方便 你可以買給你媽媽啊 拜託你媽媽超年輕的 媽媽你要不要 媽媽你現在在看嗎 你這樣真的很OK 我跟媽媽喊話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